江果果看着拦路的顾寒玉 心中无语至极 他冷冷堆回去 是不是都跟你没关系吧 他烦了 不想跟他吵 说完这话 他转身绕过顾寒玉想离开 一副懒得搭理他的样子 可下一秒 他的手腕就被男人的大掌扣住 紧接着 整个人被他避冻在了墙壁上 顾寒玉 你干什么 这里是餐厅 顾寒玉低头俯视着近在咫尺的女人 黑眸里翻涌着急许韵怒之色 你是我的妻子 怎么就与我无关 不等江果果说话 顾寒玉又吃笑一声 合起来设计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江果果清楚 顾寒玉说的是公司合作的事情 但他也是刚刚才得知真相 他没有参与这件事 但孩子的确是和思远一起设计顾寒玉 不过狗男人活该 顾寒玉见他不承认 他又想到 今天思远提出的第三关要求 怒急返校 设计那些无聊的关卡 最后一关想让我公开道歉 承认出轨 江果果 你费尽心思 到头来就是为了这个 还是想跟我离婚 蓄意为之 江果果听着这番话 有一瞬间的震望 原来 第三关竟是这个要求 还挺刺激 他眼里划过转瞬即逝的笑意 随后迅速恢复了冷漠的态度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是吗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情 但我的态度一向很明确 我要的只是一张离婚协议书 你那么急着跟我离婚 就是为了去找那个男人 你不等他反驳 男人吃笑 死了那条心 你就是死了 也得跟我葬在一起 阴落 顾寒玉扶手就吻上女人的唇 与其说是吻 不如说是咬 他恨不得将他整个人揉碎 融入他的骨血之中 江果果腾的响踹人 偏偏被他置顾住 全身不得动弹 这狗男人是真的狗啊 这时 思源领着暖暖走来 刚好看到这一幕 一向温和的脸上 生出几分韵色 江暖暖则瞪圆了大眼睛 双手捂住嘴 小心脏激动的喷喷直跳 哇 爸爸干得太漂亮了 好强势 好帅啊 嘖嘖 早该这样吗 思源醋眉 低头见到女孩的反应 下意识伸手捂住她的眼睛 暖暖 非礼物事 这四个字 清晰传入当事人顾寒玉耳中 男人动作僵住 而得以呼吸的江果果 趁机卯足劲 推开了眼前发疯的男人 极为嫌弃地 抹了一下刺痛的唇 可恶 狗男人什么时候能正常一点 居然在餐厅对他动手动脚 还被女儿撞见 思源暗下神色 朝两人走来 嗓音低沉 顾总 这里是公共场合 言外之意 注意你的行为举止 思源的态度 依旧从容不迫 淡淡地微笑背后 却隐藏着几分不悦 这些年来在国外 他一直是江果果的朋友 很尊重他 而眼前这位不可一世的 天之骄子顾寒玉 居然在公共场合 强迫他做这种事 真如陈宝说的那样 这个渣霸要不得 可 暖暖很喜欢顾寒玉 刚才在用餐时 思源能感受到 不知不觉间 周围路过了几名服务员 和客人 察觉到这边的气氛不对 那些人不由多看了几眼 顾寒玉谋中的韵母 还没消散 他余光冷冷逆了眼 那些好事的人 对方顿时吓得 不敢再多看一眼 加快脚步远离现场 收回灵力的目光 顾寒玉转 看向眼前的两大衣小 心中不禁冷吃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但那又怎样 江果果是他的妻子 这辈子 只能是他的女人 至于那些觊觎他的男人 他会一个个解决掉 根本不值一提 那带着强烈占有欲的目光 落在江果果身上 最终 顾寒玉没有再说一句话 眼神凛然 转身就走了 江果果自然注意到顾寒玉的眼神 拿秀气得眉毛促起 一顾寒玉的性格 肯定不会轻易放手 如果让他知道 他们之间有了孩子 他就更不会放他走了 他必须赶在 他发现真相之前 想办法让他签了离婚协议书 等男人的背影消失在餐厅镜头 思院这才看向江果果 注意到他的脸色难看 那温热的手 轻轻放在他的肩上 关切地问 你还好吗 江果果深深吐出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刚才慌乱的心 没事 不用担心我 随后想起了什么 江果果忽然问道 对了 大宝最近怎么样 因为今天顾寒玉一直在 所以江果果没找到机会 询问思远 关于大宝江瑞的情况 虽说他的大宝是个小天才 又很会照顾自己 但他终归只是个孩子 现在思远回国了 只留大宝一个小孩子 自己待在国外 他不太放心 思远回了他一个安心的笑 放心 大宝在乖乖上幼儿园 每天吃的香睡的好 我安排了人照顾他 不会有任何问题 文言 江果果放宽了心 点点头 那就好 谢谢你帮我照顾大宝 思远温柔一笑 哪里的话 跟我还需要这么客气吗 同一时间 国外的一间豪华总裁办理 宽大的老板以上 坐着的正是江果果 惦念的江瑞小朋友 他吸了吸有些发痒的小鼻子 小肉手飞快动作着 丝毫未停 大眼睛急急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映着亮晶晶的光 片刻后 江瑞稚嫩的小脸上 生出几分骄傲和欢喜 KO 回到包间 没再见到顾寒玉的人影 就连他的特助也不在 看样子 这饭局是不欢而散了 于是乎 江暖暖也失去了胃口 物质抿了抿小嘴 开始发呆 江果果倒不在意 顾寒玉不在 他反而有胃口了 简单吃了一些后 思远看着江果果 眼底藏着几分试探 装作不经意问道 果果 你现在怎么打算 该不会还想和顾总在一起吧 听到这话 江果果立刻嫌弃地摇头 他喝了口茶 直言不讳 才不是 我们正在离婚 只要他签了字 我就立刻带孩子离开 这个回答 在思远的意料之中 只是 他盯着江果果 又意味深长地表示 可看样子 他不会轻易放手 我看得出来 他很在意你 初次见面 顾寒玉就对他表现出极大的敌意 还有刚才的一系列表现 都证明顾寒玉在吃醋 就算江果果是真心想离婚 恐怕那男人 也不会轻易答应 而这话在江果果听来 只觉好笑 顾寒玉在意他 哼 如果他真的在意 当初又为什么背叛这段婚姻 他永远都忘不掉五年前的那天 他背着她 跟他这辈子最讨厌的女人 在一张床上 甚至还有了孩子 背叛婚姻的人 现在还有脸强硬地命令他留下 简直可笑 见此 思远不再追问 他温和的眼底 藏着一抹复杂的暗色 江果果没注意到思远的神色 折腾一天 他也很疲惫 见女儿也没在动快 他起身 牵起江暖暖的手 对思远笑道 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 我先带暖暖走了 改天见 思远给他一个温和的微笑 有需要我的地方 随时联系我 说完 他低头看向江暖暖 我最近都会在这里 记得常来找我玩 我知道了 江暖暖灿然一笑 朝思远挥手告别 告别了思远后 江果果和女儿从餐厅出来 就见顾家司机在等他们 看样子是奉了顾寒玉的命令 怎么 本尊走了 还留着眼线盯着他 怕他跑了不成 真是小人之心 回去的路上他都在沉思 该如何尽快摆脱顾寒玉 让他重新接受背叛他的人 是不可能的 并且此刻还在刺痛的唇 也在不断提醒着他 顾寒玉这个人 有多么的霸道和不讲理 这让他再次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务必跟他做个了断 江暖暖则时不时往旁边描去 看出妈咪的脸色很沉重 他禁不住担心 糟了糟了 妈咪肯定是生气了 哎 爸爸也真是笨 连妈咪都哄不好 每次他自己闯的祸 到头来 还得由他来解决 大眼睛转了转 江暖暖咬咬牙 一副同仇敌开的样子愤愤道 顾喳喳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么对妈咪呢 嗯 顾喳喳就是他给爸爸兴取的绰号 见妈咪还是不说话 江暖暖再接再厉 难道他不知道 温柔的身世 才是最讨女人喜欢的吗 哼哼 为了一家人的幸福 只能先牺牲你一下了 江果果听到女儿 奶生奶气的痛骂 这才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看到女儿那气鼓鼓的小模样 他忍不住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愧是他的贴心小棉袄 看出他心情不好 努力在哄他 可是江果果的笑容背后 还藏着几分心疼 他知道 女儿是为了逗他开心 才帮他骂谷韩玉 可女儿内心深处 还是喜欢顾韩玉 这个不负责的爸爸 其实孩子们只知道顾韩玉背叛了他 却并不知道五年前具体发生了什么 况且 孩子们幼小纯洁的心 是体会不到背叛的滋味的 只有亲身经历过 亲眼见过 才能深刻体会到 何为极度的失望 以及彻骨的心痛 回到别墅 江果果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身心俱疲 暖暖 妈咪要去洗个澡 你先自己玩吧 看到女儿乖巧点头 江果果转身去了浴室 准备洗个热水早放松一下 江暖暖看着妈咪疲惫的背影 小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担忧 看起来妈咪还是很不开心 这下爸爸真是闯了大祸了 万一妈咪一气之下 直接带他离开 那么他一家团聚的心愿 就彻底破灭了 江暖暖气得跺了跺脚 决定去书房找顾韩玉 结果还没到书房 就先在走廊里 迎面遇见了 同样要去书房找爸爸的顾俊明 顾俊明白天在家里老老实实看书 遇到了一些问题 听到庸人说爸爸回来了 就想来书房问问他 而见到眼前的江暖暖 他的眼睛顿时闪了闪 迎了上去 可江暖暖只是拟了眼他手里的书 冷着一张小脸从他身侧走过 就像是没看到他一样 顾俊明张着嘴 打招呼的话终究没有说出口 也跟着女孩往书房的方向走 梁小智来到门外 推开一条门缝 就看到顾韩玉站在落地窗前 一动不动 虽然男人背对着门 但不难看出 他心情不好 江暖暖盯着顾韩玉的背影 看了几秒钟 还是决定进去跟他谈一谈 然而迈开的脚还没落地 就被身侧的顾俊明给拉走了 嘘 爸爸心情不好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 顾俊明冲江暖暖 做了一个近身的手势 拉着他远离书房 江暖暖书地眯起眼睛 放开我 女孩使劲睁开男孩的手 不悦地皱着小眉头 插腰唧唧 只有哥哥可以牵我的手 你不行 呵呵 哥哥们说了 不能让别的男孩子牵他的手手 而且他是坏女人的儿子 他讨厌他妈妈 顾俊明看着气鼓鼓的女孩 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 不过 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笑道 呃 我比你大一岁 你也可以叫我哥哥 既然 他是爸爸的女儿 那就是他的妹妹 虽然是同父异母 但他会把他当作亲妹妹看待的 况且 他也很喜欢她 可谁知 气鼓鼓的女孩一听这话 更是气成了河豚 才不呢 我才不是你妹妹 我有自己的哥哥 就在这时 书房的门被人打开 就见顾寒玉从里面走出来 好巧不巧 他正好听到了女孩最后的那句话 男人当场醋眉 嗓音低沉至极 你说什么 这个女孩还有哥哥 难道江哥哥 不只生了一个孩子 江暖暖小身板一颤 这才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他呼吸一致 大眼睛瞪得老圆 怎么办怎么办 这下出大事了 哎呀 都怪坏女人的儿子 谁让他占他便宜 让他叫他哥哥的 江暖暖急坏了 脑子里一团乱 最后只蹦出一句 哥哥哥 他哥哥叫了几声 然后拔腿就跑 顾俊明眨巴眨巴眼 一脸的迷茫 搞不懂女孩 这是在玩什么游戏 而顾寒玉的目光 梳得暗了下去 盯着女孩跑走的背影 某底纳某怀疑 愈发深邃 第二天一早 江暖暖很早就醒了 他睡不着 干脆爬起来 去了别墅的花园溜达 想了想 他拨通了二哥的电话 准备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他 二哥 女孩软懒又委屈的声音传来 江沉清冷的小脸上 顿时多了几分担忧 怎么了 小妹 是不是扎巴又欺负你了 告诉我 我去替你教训他 江暖暖知道 陈宝是真的会冲过来 他赶忙否认 不是不是 你先听我说 昨天大哥派来跟扎巴谈合作的人到了 你肯定想不到 那个人居然是思远爸爸 一听到思远的名字 陈宝的小脸上浮现出惊喜之色 声音也不再冷酷酷 瞬间提高几个度 真大 嗯嗯 江暖暖硬道 但想到昨天的情况 他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可是 扎巴和思远爸爸 好像都不喜欢对方 而且昨天扎巴又惹妈咪生气了 连我都没哄好 就算看不见 陈宝也能猜到 妹妹的小表情有多优怨 他声音下意识放得温柔极许 小妹 你别太在意 我倒觉得 大宝这么安排是对的 思远爸爸 不仅人长得帅 又有风度 对他们一家四口 更是无微不至 所以 陈宝从小就喜欢思远爸爸 同时 他还不止一次想过 如果妈咪能和思远爸爸在一起 那该有多好 小妹 你想啊 扎巴不肯离婚 帮妈咪摆脱扎巴 并且让扎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这是一件双雕的好事呀 其实他还有一点没说 就算扎巴真的通过了第三关 也绝对捞不到好处 大哥才不会真心跟扎巴合作 一切不过 是为妈咪报仇罢了 后面等待着扎巴的 将会是更加残酷的教训 陈宝脑海里 已经有了各种画面 到时候 扎巴发现自己被彻彻底底地耍了 那气急败坏 却又无计可施的样子 一定会飞 常有趣 陈宝难得笑得这么开心 继续道 我喜欢思远爸爸 我希望他和妈咪在一起 思远爸爸肯定能让妈咪幸福的 而不是像扎巴那样 只会害妈咪伤心 还差点害死妈咪 这下 电话这头的暖暖忽然沉默了 他垂着小脑袋 难过地嘟着小嘴 活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哎 思远爸爸是很好 可他还是希望 爸爸妈咪能重新在一起 因为思远爸爸和妈咪只是朋友 而且爸爸又是他的亲生父亲 是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 但他不敢跟二哥说这些 他知道 陈宝对扎巴的敌意太大了 于是 暖暖只能随口应了一声 没有多说什么 挂断了电话 哎 将暖暖第N次叹气 转身准备回房时 就看到了一个小身影 他正愣在原地 大眼睛里涌上浓浓的敌意 他注视着 正在一旁看着自己的男孩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 哦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在替你的坏妈妈 打探军情 顾俊明一脸无辜 眨了眨眼睛 你在说什么 什么打探军情 我不明白 刚才他下楼河水 正好透过窗子 看到女孩在花园里 所以才出来找他的 他长得好可爱 好漂亮 跟洋娃娃似的 而且和上次在饭店 救他的男孩很像 还有那次在动物园 女孩表现得那么聪明又勇敢 竟跳进鳄鱼池 将他救了出来 所以他对他一直很有好感 想和他交朋友 但他也知道 他不喜欢自己 他说 他是坏女人的儿子 想到这里 顾俊明垂下眼 苍白的小脸上染上失落 还有几分抱歉 将暖暖健壮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忽然有点不适滋味 他这个样子 不知情地看到 还以为他做错了什么呢 可他还是不想 搭理坏女人的儿子 于是哼了一声 抬一脚就走 这时候 一阵风吹过 卷走了将暖暖头上的发带 哎呀 将暖暖后之后觉得 伸出小肉手想抓住 却抓了个空 眼睁睁看着发带落到树枝上 他当即插腰 气鼓鼓地瞪着挂在高处的发带 连你也欺负我 跑到树下就要把发带拿下来 然而 不管他怎么跳 就是够不愁 顾俊明健壮 立刻过去帮忙 别急 我来帮你 将暖暖下意识 想拒绝 然而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见顾俊明抱住了树干 顾俊明仰头看着树枝上的发带 心里难免紧张害怕 其实他也是第一次爬树 毕竟他身体不好 妈妈什么都不让他玩 更不会允许他 做出这种极危险 又不符合集团继承人身份的事来 但是为了暖暖妹妹 他愿意试一试 好在这是柯矮树 顾俊明一咬牙 颤颤巍微微地爬上去 成功拿到了发带 给你 来不及下来 他开心地将发带递给下方的江暖暖 像是献出自己的战利品一样 江暖暖一直仰头看着 虽然心里很想说这人多管闲事 但还是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 顾俊明扭过头时 一缕晨光恰好投在他苍白的小脸上 他的笑容看起来更加纯粹 江暖暖伸手接过发带 内心有一瞬的触动 嗯 这个男孩似乎不像他那个怀妈妈那样 让人讨厌 就在这时 顾含玉正好来花园里找儿子 远远就看见顾俊明在树上的一幕 俊明 顾含玉眸子猛地一沉 大步朝这边走来 他小心翼翼地将儿子抱下来 这才发现顾俊明苍白的小脸上满是冷汗 那黑眸当即染上急许担忧 是不是心脏又不舒服了 顾俊明摇头 爸爸 我没事 一点都不难受 其实心跳还是有一点快的 不过不疼 顾含玉稍稍放心 可儿子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么危险的事 他看向一旁的江暖暖 注意到他手里拿着的发带 顿时明白情况 顾含玉眸色一冷 嗓音低沉至问女孩 是不是你指使他爬树的 因为俊明身体不好 所以他从未让孩子有过危险的行为 而且 儿子向来乖巧不淘气 是绝不会爬树完的 江暖暖被这突如其来的训斥 吓得身子一颤 随即大眼睛里涌上委屈的泪光 才不是呢 是他自己要爬树 我根本不需要他帮忙 坏爸爸 居然凶他 还是因为坏女人的儿子凶他 可他根本就没有做错啊 江暖暖委屈极了 扁了扁小嘴 忍不住啊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哭着 又气不过 抬手抹去眼泪 凶巴巴的小眼睛 瞪着顾含玉怀里的孩子 你个坏蛋 我讨厌你 说完 江暖暖将发带丢到地上 转身就哭着跑走了 顾俊明看着女孩伤心跑走的背影 小心脏猛地一揪 下意识想去追他 可他还被爸爸抱着 他只好焦急地解释 爸爸 不是妹妹指使的 他的发带被吹到了树上 我见他够不到 所以 行了 别再说了 顾含玉打断 声音里却有一丝不意 察觉的冷意 他把孩子轻轻放到地上 你回房间去吧 顾俊明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不敢再说话 捶着头走了 顾含玉则独自站在原地 修长的身影不断拉长 伴上 他俯下身 捡起地上的粉色发带 看着发带 男人幽深的毛子里 交织着复杂的情绪 刚才女孩委屈哭泣的样子 在他脑海挥之不去 不知为何 他莫名心疼女孩的眼泪 另一边 姜暖暖哭着跑回房间 跳上大床 一头扎进被子里 果然 坏女人的儿子 跟他妈妈一样话 居然故意装小可怜 在爸爸面前跟他争宠 而他却单纯地 以为他是真的在帮他 气死了 气死宝宝了 姜果果推门进来 就见女儿用被子蒙住头 发出闷闷的哭声 当即他担心地过去询问 暖暖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女儿一大早就在哭 姜果果扒开被子 看到的就是一个 哭成泪人的女儿 他心疼极了 连忙拿过床头的纸巾 给女儿擦拭眼泪 他边擦边安慰 别哭 告诉妈咪 是谁欺负你了 姜暖暖的小肩膀 一颤一颤地抽气着告状 是爸爸 他因为坏女人的儿子凶我 呜呜 文言 姜果果更加心疼了 同时